大家好,我是Eric 本周股市是诸年第一周 反弹强的有点意外 特点为全面反弹,逼空市反弹,个股活跃 就我个人理解原因如下 一,市场反弹是为推科创版和注册制创造良好环境 国办14日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抓紧推进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如果在大贴状态,不利于推出科创版和注册制 本人认为,科创版绝对是对市场一势利空 会对主板和创业版有抽血的作用 现在强推科创版和注册制 说明融资的需求比较迫切 反弹到现在这个位置,也是管理层认可可以抽血的位置 二,证监会新主席上台后 还没有对个股做出过监管函 这个现象默认融资对个股的炒作 所以本周反弹中,融资有识无孔 有不少个股,涨幅巨大 证监会纵容融资炒作 估计也是为推科创版做准备 新村长应该也是一个横角色 现在不出手,不等于以后不出手 三,本周有不少个股涨幅比较大 整体呈逼空的状态 容易将场外资金逼疯 争相进场 有利于主力出货 比如说周一大盘涨 大家觉得新年第一天发红包很正常 周二,周三,周四继续涨 就有很多散户觉得自己踏空 于是纷纷进场 胆子大的追热门股 胆子小的追补涨股 这时主力正好抓住机会出货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觉得现阶段要注意的潜在风险 第一,科创版的推进情况及证监会新村长的措施 从现在看,科创版是要加快推出 相当多了一个融资平台 本身市场资金就不充裕 会更加造成市场失血 现在新村长没有出手 为了推科创版,不排除以后会出手一些措施 打压主板,将资金引向科创版 二,中美贸易战情况 14、15日,中美在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时间点很微妙 因为原定3月1号,美国就要加增关税 个人估计,谈成全面协议,全面停战可能不大 或者拖延加关税日期 或者增加某些产品从美国的进口量 减少贸易顺差 都会影响到一些相关行业 需要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战发展 三,有消息称 美国总统将签署中国电讯设备禁止令 一旦成真 这将对领头之一的5G板块造成打击 而像我们看个股 更像妖股 东方通信 本周放量涨幅超过50% 应该是拉升出货阶段 这种股票现在就是击鼓传花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棒 最后我想说 今年有希望是熊牛转换的一年 现在还没有转牛的基础 这波大概率还是下跌中的反弹 熊市没有踏空一说 耐心观察市场 保住本金 现在是我个人所需要做的 谢谢